今年非常火的一种花 垂丝茉莉 那很多花儿呢 也都非常喜欢垂丝茉莉 不少花儿有都买了 说老花儿为什么我都不开花 为什么我养着黄叶子 为什么养着粗粮各种一个问题呢 那首先你要了解这个东西从哪来的 它一般呢是在泰国那边 或者凉广地带都可以实现一个地载 所以说呢 它就是典型的一个怕冷的花卉了 很多花儿买回来以后 家里边甚至说 连五度都没有 它能养好吗 肯定是养不好 那么第二个点呢 就是光照了 它是不害怕阳光晒的 但是呢 您一定要给足了一个水分的供给 并不是说花盆里边浇多少水 你花盆里浇的水多 它时间长了就烂根 但是你要保持空气湿度那种很温润 说白了呢 就是那种典型的一个南方的小花卉了 黑长非常的娇嫩 喜欢温润 喜欢太阳 再一个呢 就是它会长得特别的长 会开出来这种一垂垂的花 有点像龙土猪的那种感觉 这个对肥料的需求就很高了 很多花儿养着养着黄叶子 你看我们这个 在开花时期呢 部分的也会出现一些黄叶子 温度低的时候呢 也会这种皱皱巴巴的有点发黑 所以说这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如果说家里面不具备这些条件 将会很尴尬 用肥料的话呢 建议大家用一些花痘痘二号 这种棺花型的 以零肥为主的肥料 好吧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叶片皱皱巴巴 就是我们为了让它吹花 用的肥料比较多 就有点皱皱巴巴的了 然后呢 再生长的也比较快 这个东西长得很凶的 你像我 你能看到的这一根 也就是不到三年 也就两年就可以长那么凶了 有的话说 为什么我的两个月 三个月都没动 温度 湿度 温湿度 很关键 然后呢 就是给住光的 用土这一块的话 尽量的用收软透气的 以进口泥碳图作为一个优选 其次呢 您可以用一些叶康货的潮碳 等等一系列 当然了 如果说土越来越好 它会长得越哇塞 总的来说呢 非常简单 它是不害怕修剪的 这个东西呢 只要下面 只要是下面有这种叶片 有牙脸 上面你都可以随意剪下来进行嵌插 可以随意的修剪 它可以长得更圆润 要出来你想要的一种形态 长得会很凶 也可以 两网地带的发出去地带 二轮 你现在不卖吗 现在不是不买 等到明年春天 因为我们在山东 这边发货过去的话 肯定会出现冻伤 明年春天 大量的垂师茉莉 等着你 记得锁定我各平台的一个网店 搜索老花一支营店 都能找到我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充益 小秋天 本来不说 大量 大量 大量